你好,健康小提示 喂,大家好 最近我网上 发现了一件事 叫做 酸减瓶生物电疗法 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呢 另一个叫法 叫做酸减瓶生物电 这是一个挺有趣的东西 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因为我经历过 我是大陆那个 中医按摩师 他帮我 用酸减瓶生物电 做过不少的理疗 这件事究竟是好还是不好的呢 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因为我经历过的东西 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好,那我们先入正题 请大家订阅 何志光日导必记的频道 分享留言 赞好和按铃铃的 请你们每天的12点 或者晚上的时候 看看有什么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 有一些好东西 我和这间的大生 生命的生 这间生活超市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先说明 但是呢 我去那里购物的时候 我是找到 去卖盐 一磅盐 一磅盐 2元 我没有收你钱 但是我替你宣传 因为事实上 我看到百佳慧康的那些 就5.5元 街市我找到3元 一磅盐 他竟然卖2元 我买10包都是20元 港币 事实上太划算了 我没办法不开名 去赞扬他这么廉仪 对我们这些 我一个星期 看三天 如果我是看 Dr. Chandler 他有一些拍打的动作 去医我强弃性质炎的时候 拍打完我一定是 会 去浸 炎肉 一定要做的 但是譬如说我一个星期 三天一定要做 另外那四天里面 如果我是做了跑步 那我都会做炎肉 我去希望去 去疏解我脚部肌肉 的斑筋 那就是我一个星期做4至5天 的炎肉 所以可包含 究竟这个价钱很重要 这个就是这样 是 首先第一件事 我说回炎肉 这个 叫做酸简萍 生物电疗法 这个 我就是 这个师傅 他就 带了一部这样的机器 过来给我 我帮他拍下他 那部机器是这样的 他说国家知识产 权局主办 国际金奖 看来这个宣称 都不是 是假的 是吧 他除非骗人 我也不知道 就是 我是接触这个 中医师 才会 接触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叫做人体 经络细胞 修复移 他会发出一些 电力的 电力的幅度 我觉得 就不是很厉害 我大小的幅度 他可以较大小 譬如说我趴在这里的时候 他摆一条 墊 在我的幅部里 我押住他 跟着呢 这个叫酸减平 酸字他用了另一个写法 简字呢 一个大陆的写法 简体字的写法 因为中文 刚才 这个简字 在大陆太复杂了 所以呢 就用了 这个简字 跟着酸减平 这三个字 这块膏呢 他宣称 会令皮肤漂亮 各种东西 但是呢 当 中医师的手就查了这些 酸减平的膏 就是酸 酸 酸性个酸 简 就简性个简 我想意思是酸减 但是用了第二个别字 我不明白为什么 如果你网友 知道多一点 就跟我说了 那酸减平这件事呢 他用了这支膏呢 就 扯到那些电 在手里 跟着呢 他 我的腹部 就是我派到的时候 腹部就有电过啦 跟着他手也有电过 跟着就会 他 就会 帮我捉 我颈部啊 手啊 脚啊 不同的肌肉 跟着呢 叫我面向天 背部呢 就压住他 那条电线 啊 都是扯到那些电落的背部 跟着他就捉我 手的不同部位 或者是 胸部啊 颈部啊 后脑啊 这些 甚至是大腿啊 这些 那刺激呢 当然呢 我就觉得 是 是真的帮助到呢 我释放疲劳的 有一次呢 譬如说 举例我太太 7月头是 呃 她回来香港 过几月啦 那跟那些女儿 后来就 她们要回加拿大 处理的东西啦 那就走了啦 那她走的时候呢 那段时间 我比较忙 所以呢 我后来呢 就走去 去见过中医师啦 在大陆这个啦 就是罗湖那里那个 那他就 用这个呢 孙简萍的 这个方法呢 去刺激我的 穴位啊 各样东西呢 所谓的生物殿啦 那呢 令到我呢 是很多疲劳呢 释放了出来 那跟着 那次呢 我就回到家 搞搞猪睡啊 那当然就 他做完 我整个疗程 我叫算三个钟啦 但是 一个钟头 就算五十分钟而已 那就是两个多钟之后呢 我做完 那回到香港 哇 搞搞猪 那样 因为他这些电击呢 某个程度上 真的 真的 真的对我 打通我的经验呢 我觉得 我感觉上 是有帮助 很多疲劳都 逼了出来啊 或者是我 我闲顺了 那样 但是当然啦 我查一些的 中国日报 那 中国日报呢 我查过呢 它呢 是 是中共旗下的一个机构来的 中共 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一个报纸 他就说呢 孙简平靠电击自白病呢 这种偽风学骗了多少人 一个 2019年去 一个这样的开头呢 就写得比较 negative的 但他内容呢 就说 大部分情况呢 DDS呢 这种电击呢 是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并不意味呢 这种电击呢 是绝对安全的 就是说呢 当然啦 我相信我中医师 如果他 用这种东西去 打通你身体的一些经验呢 基本上我觉得 不是很大问题 就是 也是你自己个人感受上 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 就是很难说的 就是你如果他说 电击太厉害 那你可以要求 他试过的 我试过真的这样推了 其实我推了很多次的 就是我2020年封关前 他已经用呢 这个孙简萍呢 去医过我的了 那我当然也是喜欢啦 不过那时候呢 就是 我每个礼拜去一次 那就会 两三次左右 就用这一招 有时候就 刮沙 有时候就用这个孙简萍 电击啦 跟着呢 其实是 去到2023年啦 封关了三年 我没法光顾他啦 封关后 开关后呢 我再回大陆呢 那就每次都用这个孙简萍 但是呢 我又觉得真是 对我身体的刺激呢 是有用的 就是我估计呢 其实我自己呢 呃 真是可能过 患一个强植性脊椎炎呢 基本上呢 很多时候呢 就会呢 血气运行得呢 会有停滞的这件事情 孙简萍呢 的确实有刺激作用 就等于呢 你做针灸啦 你做针灸呢 有时候呢 我 是不少中医师呢 都落一些微的电流的 原理是一样的 那就是我觉得呢 不要说到那么夸张 能医百病 那就是这个呢 用科普角度 中国日报就说 喂你能医百病就说大了 但是如果从一个保健角度呢 我感觉呢 我感觉呢 我感觉挺好的 但是呢 我就真的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的经历是怎样的 那就是如果 呃 如果 不好意思先啊 那这里呢 如果Facebook找到的呢 原来都是一间铺子来的 一间在香港铺子也有用医招 那我就不是为了宣传这间铺子的 真的要先说明 不过真的在Facebook找到两间是说这些东西呢 那我也要介绍的 咦 都 两间都是一间公司来的 那 那我就不想说 喂 好像说 现在我在做商业推广 那我不是的 不过呢 我在大陆有这个经验 而香港有人做呢 那究竟这件事在香港究竟合不合法呢 我不敢说 哈 我想大陆呢 呃 很多手段的 就是如果你说做中医理疗 他除了现在这个电疗啦 孙简平电疗之外呢 他甚至试过都帮我呢 他觉得我 背脊有些瘀血呢 甚至呢 他是有些方法 放瘀血的 哈 香港人完全禁止放瘀血的了 哈 如果你做中医 但大陆是会做的 那当然了 现在我 我今次 开关后呢 他就没有试过和我放 放瘀血了 又或者可能我减肥之后呢 都找不到那么多瘀血给他放 哈 这个是个事实 但在香港究竟这件事合不合法呢 那这样 我真是 不够肯定哈 那你想不想去光顺呢 你自己决定哈 我没有叫你去做哈 哈 在香港 哈 在大陆呢 是有这件事我经历过的 那无论如何都好了 今次呢 健康小提示呢 我先说这么多 哈 就是呢 呃 就是我都经历不少的 但如果你说有网友 哎呀你觉得 这个孙简平 你有些特别资讯 啊 怎样不好啊 什么什么物物啊 你的质疑 那你都可以告诉我 那我可以说 诶 那我问一下我师傅 他有怎么看的 哈 好 那我先说这么多哈 我抛穿引玉而已哈 好 拜拜 拜拜